你会给孩子买街边的印度小吃吗 这是印度比较著名的小吃 它叫帕里布里 我马上呢要转移注意力 要给他买个榴莲吃 可他坚决不肯 他看别人吃时他感兴趣了 没有啊 于是他拿着两码币跟人家说要买一个 这个小哥还挺卫生 戴上了一次性的手套 但这个手套吧好像有点油总是戴不上 于是他用左手不停的整理 这样的整理作用呢就是使得左手的微量元素 充分的粘在右手的手套上 反复多次后呢 左手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手套上 为美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只见他熟练的拿起个球快速的扣了一个洞 然后把土豆泥和洋葱捏成了一起 构成了一个团 塞到了球里加上了调料 然后又加上一些方面 罐子和手套又有了微量元素的碰撞 罐的底部呢也和左手手套也进行了灵魂交互 这个方面好像是辣的估计是解毒的 紧接着就是加入灵魂滤汤 抖音里基本都是手拿着翠球 直接进去咬这个滤汤 很显然我们这个不算正宗 只能说防板 但我孩子很期待品尝它的味道 拿到后他姥姥阻拦不让它吃 但他坚持要吃 有些路吧你不让他走 他偏要去尝试一下 那就让他自己验证这条路是对是错 得就吃完了 回家就看他的反应就行了 这瞬然无法 咬衫 可是结果